记者了解到当前轻能重塔的高成本是制约大范围应用的关键因素 由于补贴额度较高 除了轻能示范城市群之外 其他区域还未大范围推广 那么轻能车辆的成本能否大幅降低 又涉及到哪些核心部件呢 我们继续来看 我现在是在北京一家氢燃料电池的生产企业 从2月份开始 这里的生产线已经实现了满负荷生产 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里的产品摩电极 它也是氢燃料电池最基础的单元了 每个月这里的产量达到了5万片 能够让100多台物流车使用 氢燃料电池的核心零部件摩电极有4个主要部分 包括催化剂 质子交换膜 碳纸和辅材 目前成本都比较高 这4个部分组成了这个摩电极的主要成本 两年之后应该能达到现在的这一半这样的一个价格 每千瓦大概在500到600左右 以一辆氢能重卡为例 目前氢燃料电池系统的成本 占到整车成本的近50% 随着氢能车辆保有量的增加 核心零部件量产 成本有望快速下降 我们认为是从今年开始是一个成本下降的一个拐点 由原来的万元级降到千元级 千元级往这个百元级的方向在迈进 现在价格是传统能源车的两倍 那我们目标在25年左右能够做到1.2左右 如果把氢燃料电池比作心脏 氢能车的运行还少不了为其提供血液的储氢瓶 而由于核心材料碳纤维的成本较高 储氢瓶的价格也居高不下 目前我们公司具备了10万只的产能 像这种260升的氢气瓶 这一只瓶子的碳纤维成本就要八九千块钱 在上海石化 大丝树碳纤维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下一步有望推广到储氢瓶的制造当中 降低相关成本 国产大素碳纤维的话 可以对降低气瓶成本的20%到30% 可以降低氢能源汽车的整体成本 专家表示 氢燃料车辆成本有望在2025年大幅下降 在更多区域实现应用推广 应该在爆发前夜 2025年特别是燃烈电车市的使用 就是说能够从小规模的示范 进入到大规模的示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